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了数据之后 首先进行数据探索就EDL的过程 然后进行数据清洗 然后再做一些特征工程 这包括特征提取啊 切式计算啊 电量特征 电量特征 还有数据变换 还有一些无量干化 特征选择 降维等等 这应该总体来说都可以放在特征工程里面去考虑 接下来就是训练模型 模型最好之后选择最好的模型来预测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模型的评估 这是整个机器学习或者监督学习的工作流程吧 可能对于无监督学习肯定还有点不一样 下午的内容的话 主要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还是监督学习 我们把这个采用的分类算法大概浏览一下 第二个大的部分是关于模型的评估标准 这点面的评估和上午的合规分析还有一些不一样 合规分析里面我们讲到了用平方跟误差 还有一个R的平方相当于拟和优度或者叫做决定系数 在分类问题当中我们主要用准确率 净确率造回率还有F1值 作为一个屏幕标准 接下来就是重点 就是案例的分析 我们用这里用的主要还是一个开口上面的一个例子 用IRBNB上面的一个数据 因为开口里面的数据其实是比较规范的 就是给大家做介绍应该也是比较好的 另外的话因为经过上午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时间还是比较充足充裕的 下午的话我会再把代码给讲细一点 这还是上午的那个图 但是我换了换 因为在监督学习这个分类问题的话 它的学出的模型是一个分布 不像是一个合规函数那样式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条件概率 就是PYX这样子一个东西 这和上午的还是有点不一样 上午大概也说了一下 如果回归问题的话 肯定是学出的是一个FX 等于什么什么C乘0X 在分类问题的话 它学的是一个概率 就是基于X属于类别Y的概率 下面大概看一下咱们常用的一些分类算法 这些公司可能还是有些变化 因为肯定版本 这个PP的版本不一样 然后它显示出来的话 不是我想要的那种风格 然后肯定是我用公司那种编辑写的 的话它的下标都还比较准确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反正大家应该也能看懂 这个电脑里面 WPS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 反正是它有什么我就用什么了 这个PPT 第一个算法是K近零算法 就是KN的话 该方法是找出于位置 这样子的距离 它这个距离的度量 怎么度量的话 现在有其中可以用Oth距离 可以用曼哈顿距离 还有一些其他的等等 然后看它与X的最近的几个K样本 然后再根据分类一些规则 分类角色规则 比如说多数表决 然后决定属于X的类别外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KN的方法是一种懒惰性的学习方法 它存放样本 直到需要分类时才能进行分类 所以这个样本集是比较复杂的 可能会导致很大的计算开销 所以在工程当中 它用的其实不算太多 用它做计算 其实我也没有做过 它大概的一个函数 就是下面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它就是I同样是一个指示函数 就是Y属于C这个类别的情况下 这是唯一 就否则为0 普通贝尔斯是比较经典的分类算法 估计其他老师讲的也比较多 这里大家提一下 普通贝尔斯 从名字来看 肯定还是根据普通贝尔斯这个 贝尔斯定理来推导出来的 它是利用贝尔斯定理来预测一个位置类别的样本 属于哪个类别的可能性 然后选择其中可能性最大的一个类别 作为该样本的最终类别 因为贝尔斯定理的成立本身需要一个很强的条件独立性 因此假设在实际情况下经常是不成立的 所以它的分类准确率就会降低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可能还要根据问题的一些背景来判断 下面的公式就是一个贝尔斯的一个公式 还有个Logicity回归 这个算法它叫回归 其实它其实是个分类算法 它其实不能做回归的 它是在线性回归的模型基础上 然后加了一个小模型的函数 相当于S函数 S函数是将这个模型的结果压缩到0亿之间 使其有概率的意义 所以它是用在这个分类当中 我给大家大概 画个图 它大概的过程是XY 这是0.5 1 所以大于0的情况 它会 如果X大于0的话 它会放在0.25到1之间 分在这个类里面去 所以相当于就是 越接近于1 它分到1的概率里面越大 然后如果是在X小一点的情况下 它就属于0到0.5 如果一接近于0的话 所以分到0这个类别里面的概率也大 下面这个公式 其实不是太明显了 还是版本的问题 然后都看不出是啥来了 其实相当于就把 相当于在先进函数里面 加了一个它的 这个负X 就是S型函数 把这个函数加到这个 分类函数里面去的 大家有信心的话 下来可以送一下 另外再介绍一个集成学习的方法 BOOSTING上我们把BOOSTING和BACING 区别讲了一下 现在我们把这个BOOSTING的原理再提一下 从这个右边这个图可以看出来 BOOSTING是可以将一系列的弱封分类器 结合起来提升总体模型的准确度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在认一时刻T 根据T减一时刻得到的结果 给当前结果负一个权重 比如看我们现在有三个分类器 然后右边还有一些数值 0.69 0.97 0.90 这就是它每个分类器的一个权重 之前正确运策的结果 就会获得较小的权重 比如说0.97或者0.90 它在下一次进行迭代分类的话 它会把它的权重降低一点 而处分类的一些结果 就会得到较大的权重 从总体上看 它就会变为一个更好的一个模型 更准确定的模型 另外一个就是GRAVE 它是这个T度提升 其实是一种方法 它属于boosting里面的一种方法 所以boosting更像一种思想 然后这个T度提升是一种方法 它这个T度提升的话 它的主要思想是 就每一次在建立模型 是在之前建立模型 损失函数的T度下降方向 关于这个损失函数的T度下降 可能其他老师也讲过了吧 肯定是在T度方向的下降是最快的 首先将函数或者是模型分为可加的形式 然后进行多次迭代 通过时的损失函数在T度上减少 最终得到一个优秀的模型 值得一提的是 每次模型在T度方向减少的部分 可以认为是一个小或者弱的分离器 然后最终我们会通过加权 也就是在每次在T度方向上下降的距离的方式 将这些弱的模型合并起来 现在一个好的模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